太王为18岁提帮公抬咖 聚见二王子和三王子 谁是准王储一目了然 也许用我们的世界观 永远都理解不了马哈国王的想法 这场没有硝烟的王储大战已经打响 无论颜值还是气质 提帮公王子都不占优势 但是他却是太王的心头好 一个很扎心的真相是 即使马哈国王百般宠爱提帮公 也难以掩饰他的不堪大人 出席公务的时候经常闹笑话 不光没有独立发展的能力 甚至连自己都做不到 但是马哈国王作为一个老父亲 却很看好提帮公 甚至多次发布亲自海报支持他 太王53岁的时候老来得子 希拉米诞下提帮公 这个孩子自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二王子回到美国之后 太国王室虽然表面很平静 但是内部却波涛汹涌 也许马哈国王本人也没有意识到 原来二王子这么受欢迎 真是又开心又急的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太王应该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自己的孩子 但是现实中却截然相反 不光独宠提帮公 还拒绝接见两位王子 甚至不让他们给失利及太后和寿 不得不感慨太王真是偏心 自己的小儿子千般好万般好 简直被王室众人宠上天 海外四子不光没有得到什么父爱 还处处遭到排挤 简直就是没有地方说理去 也许马哈国王只想试一下水 看看大众能否接纳海外四子 但是却被得到的结论下了一跳 泰国的老百姓真是火眼金睛 无比喜欢这两位优秀的王子 反倒提帮公王子的支持率不断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 马哈国王心情有些复杂 一方面希望提帮公不断进步 能够成为一位合格的王储 另一方面却很失望 小王子难堪打人经常掉链子 长大后缺陷显得更加明显 其实有这样一种说法 父母有时候也会嫉妒自己的子女 只不过很难自我发觉 年轻时候的马哈无比荒诞 喜欢风飞和度假 吊儿郎当的样子让普蜜鹏国王无比失望 转而开始培养孙子 正是因为海外四子太过耀眼 才让马哈如此追追追不安 直到现在也没有好脸色 如果不是怕公主倒下没有人辅证 泰王必然不会接回二王子 如今看来只是权宜之计 虽然此意识比意识 但是泰王的心里还是没有底 更不想重用四个比自己更优秀的儿子 反倒是提帮公更加好控制 并且留在身边毫无威胁 难怪一直被视为准王主 马哈国王的脑回路真是奇特 两位优秀的儿子远道而来 却没有收到任何官方邀请 二王子更是无比卑微 没有资格出席太后的寿宴 只能在奶奶的画像面前合影留念 对于吃瓜群众来讲 不难看出泰王无比宠爱提帮公 甚至早就想让他接班 只可惜小王子患上学习障碍症 并不能担此重任 但是命运似乎并没有罢休 此番马哈国王态度文目 至少在官方层面 并没有给两位王子跑出橄榄池 假如怕公主能够苏醒过来 就没有海外四字什么事情 提帮公的王储宝座也会更加稳固 王储宝座本该择优录取 但是马哈国王却无比偏心 很可能无法做出理智的决策 这件事关乎江山设计 小编觉得二王子更加合适 提帮公实在有些难登大雅之堂 людей 对 你们以为难免了 靠近 请问